其實天蠍女真的很好追 永遠都沒有人追 梅花系列終於來到天蠍女了 什麼 天蠍女沒桃花 沒辦法 誰叫我們天蠍女的外表寫著 我難搞 來啦 其實嚴格說來 天蠍女是不缺桃花的啦 不瞞各位說 我以前長得可是很像個男的喔 但是 那樣的我依然有桃花 講到梅花系列 照理說我們天蠍 也不應該有機會梅花的呀 只能說 雖然蠻多天蠍女過去情史輝煌 但隨著年紀漸漲 桃花的確越來越凋零 一來年紀大了的天蠍座 看起來就是更有威嚴 或失業更成功 會給人不好惹 或者是不好追的印象 所以啦 像我每天都告訴自己 看起來要很閃一點 好相處一點 我們要很刻意很刻意 才能讓自己看起來好相處一些些 可是沒辦法啊 只要我不笑 大家就會覺得 哇 好像一尊神像在那邊 而且你要知道 天蠍真的很喜歡穿的全身黑 眼神又還滿有殺氣的 就會給人生人無盡的概念 也有可能有一些比較沒有自信的天蠍女 乾脆把自己打扮得很中性啦 頭髮越剪越短啦 天天牛仔褲T恤啦 會讓人覺得她好像不需要愛情 但所有巨人魚千里之外的表象都是假的 天蠍女的外表雖然很冰山 但她隨時在等待你把她翹開來 來 劈開我們 但是沒有人翹我們就會變得很熟練囉 所以我們很擅長單身 而且一單身就是長期單身 一個人生活 三年起跳沒問題 某種程度有可能是前一段關係 真的把她給嚇壞了 覺得得花點時間好好愛自己 也有可能是 每一個天蠍女都內建了一個男生 我們什麼事都可以自己來 不需要被人照顧也OK 有時候被人照顧還嫌煩呢 不過天蠍女遇到心動的對象 是有可能主動追人的喔 主動塑造機會啦 主動靠近啦 或者是很關心對方的行程 想知道你跟誰聚會等等等等 這些就是天蠍女在意你的證明 不過因為她臉皮薄 很怕自己自作多情 所以在沒有確定之前 死都不會告白 老師可是有時候真的看不出來 這個天蠍對你有沒有意思 我覺得天蠍的最終最終的問題 就是拿捏距離的問題 我們真的拿捏 我們要不然就零 要不然就一百 不然是冷冰冰 不然就是整個熱熱的熟化 然後 所以前面別人覺得 哇喔 你好像 是怎樣 可是一旦我們開門接受她 她就會覺得你是另外一個人 怎麼回事 這樣子 就是有時候單身久了 有點不太會談戀愛了 好吧 我給你一些建議 就是 要相信別人 不要太相信自己 請別人幫你判斷 OK 加油 而且天蠍有一種症狀 平常不高興會忍 但如果對方一犯再犯 天蠍女一忍再忍 到最後她很可能累積太多 就會普通爆發 然後在奇怪的點上生氣 那因為是奇怪的點啊 所以對方就會覺得 天蠍女的脾氣真壞 長得已經很可怕了 脾氣還這麼壞 還是離遠一點好了 就把對方給嚇跑了 其實天蠍的生氣是有脈絡的 不過搞不清楚狀況的人 就會覺得天蠍好像很情緒化 所以你敢相信嗎 遇到這種不瞭解她的 天蠍一下子就想打退堂鼓了 再來就是天蠍真的情路坎坷 很多人說天蠍是 渣男吸引雞 呃 錯 你們不是吸引 你們是培訓 這還真的只有天蠍做 可以把一個好好的男生 只懂成渣男 因為天蠍女真的很有幫夫運 只要是她的另一半 她就會動用自己的人脈 金錢去幫助對方 幫對方創業 幫對方理財 幫對方搞定內部的大小事 有些男的就不懂珍惜啊 有錢有地位之後呢 就會開始風騷 開始劈腿 不至於感恩 所以天蠍做就是 問題就在拿捏分寸 就是怎麼樣幫得剛剛好 又怎麼樣不失去自我 有時候天蠍如果在關係裡面 對自己太好 她是會有罪惡感的 然後因為她會覺得這樣 代表不夠愛對方 所以在拿捏不到分寸之前 很多天蠍做就沒辦法把戀愛看好 這是天蠍的問題 天蠍做真的要先從愛自己開始 你足夠愛自己 你才能夠把一段關係經營好 先維護自己的想法跟權益 而不是因為別人前就 一定要記得這件事喔 他們在床上表現真的很傑出 也因此會讓人覺得念念不忘 有人聽到這裡開始舔舌頭嗎 想到天蠍男你會想到什麼呢 霸氣總裁魅力出眾 很神秘心口不一 所以讓我們很confuse 然後又無法從他的臉上得到答案 到底真相是怎麼回事呢 讓我們來瞧一瞧吧 有求必應 甚至主動幫你 因為天蠍男是不喜歡惹麻煩的 會非常熱絡到很主動的地步 表示喜歡你的指數應該是蠻高的 這是一個指標 其實你說天蠍男很神秘 那是因為他不講心事 但是他的行為會透露心裡在想什麼 如果很在意你 他就會忍不住去觀察你的動態 所以如果你在旁邊 他就會身體稍微往這邊傾斜 或者是有時候餘光會想要瞄一下你 如果你夠敏感的話 你應該就能夠發現他偷看你了 也許你們會常常不期而遇 其實天蠍很相信緣分 他也會去製造緣分 所以如果你總是覺得 怎麼這裡也遇到你 那裡也遇到你 搞不好是他刻意安排的 開始嫌棄你的缺點 喔 恭喜你 你要知道天蠍做不相干的人 他是懶得理的 或者是你的缺點干他什麼事 一定是他很希望你好 他才會告訴你 你的缺點是什麼 所以當他敢嫌棄你 那意味著他覺得 你跟他的關係已經更進一步 進步到可以這麼沒大沒小 或者是開始勇於說出心裡的真心話 這也意味著距離更近囉 跟你的外貌啦 跟你的身材啦 也許沒有一定的關係 但是那個奇怪的點 也許來自於他曾經的挫折 或他曾經的向往 比如說他聽到了你 表達你對你的男朋友是多麼的好 他可能心裡就會產生一種 哎喲 這個女生好像很不錯喲 對你就多了一分關心 對你就多了一份注意 而這個點的開啟 就是你們緣分的開啟 在你們有一點互相喜歡的前提之下 請你投直球 因為天蠍座雖然知道 你好像對他有意思 但是他也會開始猜 你對他有意思到什麼程度 到了有得失心的時候 他就不太確定了 所以如果這時候你能大大方方地說 我蠻喜歡你的 你的這個部分我很欣賞哦 有板有眼有依據有證據 那麼這個天蠍男就會鼓起勇氣 覺得看起來你很欣賞我 那麼也許我們可以展開了 首先你要忍受天蠍的控制狂 好啦很多人說天蠍的控制狂 是不是怕你出軌 我覺得倒也不是哦 而是天蠍座 有很多自己生活中的Mega 他們不在意的地方真的很隨便 譬如說衣服可能隨便丟 但是他們在意的點 譬如說洗衣服的方法 洗衣粉要怎麼放 如果他在意 他就非常的在意 因此跟他相處的時候 你要忍受他的教導跟說教 跟他想對你的控制 而且只有他能控制你 不可以擬控制他 他可能愛翻舊帳 當然愛翻舊帳有幾個前提 前提就是他在乎你 他沒有安全感 或他覺得你對別人比較好 這個時候他就要提醒你 不可以這樣哦 而方式就是翻舊帳 你在某一年某一月某一日 說過哪一句話 然後你曾經對別人比較在乎 對他不在乎 或你接了別人幾通電話 才接他一通電話 像這種小小的事情 不要覺得他心胸狹窄 因為他都記在心裡 每一件都是他很受傷的 所以當他來翻這些舊帳的時候 就意味著他需要你 大量的關注跟大量的愛心 你一定要保有自己的特色 比如說他就算覺得哎呀你太潔癖了 你還是要繼續潔癖 其實天蠍座骨子裡欣賞有個性的人 欣賞堅持自我的人 你越是這樣他越是想控制你 越想改變你 改變不得他就只好追著你的屁股後面跑 所以請你保有自我 這是得到他們的最好方式了 說到天蠍 大家就會想到 是 所以你就會說 天蠍男的床上功夫 一定最好的囉 我必須說 天蠍男 因為他很在乎性 很在乎性不是因為他是色情狂 不是的 而是他覺得兩個人很相愛的時候 愛到深處就是想把你 完全的佔有 而性就是 完全佔有對方的一種方式和體現 而他也會很在意自己的性表現 他希望你也得到極大的滿足 在性方面 他們在乎對方 勝過於自己哦 是非常好的伴侶 講完了 嗨 大家好 我是唐啟陽 從這個月開始 我就會在VOGUE頻道跟大家見面了 我會在這裡呢 分享很多星座的小嘗試 或占星的小知識 我們VOGUE見